尤達各位,從樓邊有大家早 封老師我們看到了,儘管目前大盤是漲了90點 但是航運股還是很強啊 你看萬海今天又創掛牌高,漲停買不到 那麼以現在的籌碼面來看的話呢 其實在航運當中的萬海 目前以市價想要買的有8000多張 那麼以漲停板想要買進的 還有927張正在這個掛單 想要買,但是買不到927張 那從這個籌碼面來看的話呢 似乎還是很多人想要買航運 那既然萬海買不到的話 長榮、陽明還可以加碼嗎 我想台北股市今天在航運股的一個成交比重 超過五成的帶動之下 指數是開高、左高、突破6月3號的前迫高點 17311點,最高的到17362點 那當然郭哥航中裡面的2615的萬海 還是率先攻上漲停嘛 就像剛剛又倒數說 股價又創了歷史新高 同步也帶動向陽明、長榮 再創歷史天價 那同時散裝航運 今年還是2641的鄭德堂 當領頭陽再創歷史新高 同時也帶動向56008的四維航 創下130個月的新高 2612的中航、2605的新興、2617台航 還有2637的惠陽 都有5%以上的漲幅 那我覺得這個是已經 大家已經都熟悉 而且已經大漲一大段的個股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大家注意到 今天的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中國大陸鹽田港 這個堵塞延誤到全球的航運供應鏈 包括國際海事機構 貨帶物流、業務的這些預估 大概已經會造成大部分地區 貿易中斷超過兩週 請大家注意的是大部分地區 貿易會中斷超過兩週 所以這邊堆積的超過35萬個 貨櫃是沒有辦法去做處理的 這個影響比上一次 長榮、長次輪造成 蘇伊士運河中斷的事情更嚴重 所以一貴難求的情況之下 那你看到今天這些都大漲 我還是維持 假設股價已經大漲了 而且已經在波段 一直在創作性高 這不是投資朋友 這邊去做一個追價操作 而下去找相關海客 值得注意位置相對低 價格又便宜的 這才會有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找到這家公司 你看看航運那麼強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家 它的一個主要客戶是陽明海運 也是日本的常務公司 也有中國的遠洋 也有航進船務 還有中海 中原海控等 國際大公司的 在國內 唯一在基隆 台中 高雄 這三個港口 都設有貨櫃碼頭 跟廠商還有倉庫 據點的一個 裝卸運輸倉俗公司 我覺得這個才會是 大家比較有機會 去真的賺到錢的 那這家公司就是 代號2613的中櫃 對 那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些個股 不管是長榮 陽明 旺海 我都說它的股價都在 創歷史新高的一個走勢上 那你如果在歷史新高的一個位置 再去追價 我認為風險會相對比較大 它的一個震盪你會發現 不管是這個陽明 旺海 長榮 或是台華投控 前一段時間一個震盪 就是打到跌停 那麼這麼高的價格 一個震盪下來 投資朋友一戰都受不了 但如果是價格相對便宜的個股 那又具備有這些題材 那它往上的一個空間就會大 往下的風險相對低 如果我們看2613的一個中櫃的話 我剛剛說過 它是在國內唯一一家 它在台北 台中 高雄 都設有所謂的一個貨櫃碼頭的一個 第一個倉儲物流的一個公司 同時間它在現階段的一個 營收成長部分裡面 其實是真的有在成長 它不是說它只是有這些題材 因為它的一個五月營收 其實是比去年 已經同期成長13% 那也是月增3.12% 而外資法然在過去這三天 還是連續性的一個買超 股價其實現在正主 我們要突破這個 從五月下旬到六月中的整理平台 我認為像這樣 位階相對比較低的個股 投資朋友如果你真的喜歡 航運貨櫃相關題材的話 這個股價的一個位階會比較適合 那想要請教一下豐路老師 當然我們看到盤面上最強的 是航運沒錯 那今天反而最弱的 是在生技防疫族群 不少都是開高走低翻黑 今天開高走低翻黑的個股 目前幫您整理掌握 除了這些生技股之外 像是高端疫苗 林亞 目前看到林亞 這是電子股 不是生技股 但它也受到了拖累 跌幅超過了4% 傳產當中看到了新鮮 甚至在一些電子也有拉回 像是晶圓電 甚至IC設計的智原 也拉回的幅度超過了1% 看到了開高走低翻黑 比大盤還要弱的話 這些個股需要太弱留強嗎 我想其實價值前 大家可能比較擔憂的 就是所謂的高端疫苗 跟聯亞疫苗這兩家 這兩家生技的一個疫苗公司 它可能會因為 美國暫時緊急授權的 這一個動作 它未來可能沒有辦法 在國際流通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早上一開高之後 順速的這高端疫苗 就往下打 但大家其實從技術面上看 也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高端疫苗 從上個星期開始漲停之後 已經連漲到今天開盤 是第四根漲停 那你在底下這邊漲停的 四根漲停又遇到了 不管是季線 或者是月線的反應 本來它技術面上 就會休息 再加上整個利空 但我認為整體的這些族群裡面 生技族群的個股 它的波動本來就比較大 我倒是不建議 投資朋友在這邊 去用追價的方式 去買這種比較高價的生技股 你相對的一個題材 比較低價的一個股票 它的震盪就不會這麼大 而你最好不要只是 都是去買那個跟進的 比方說基亞跟雲成 它是因為持有高端 所以它要漲或跌是抗高端 如果真的要操作 應該是以高端為主 但是高端這邊的一個震盪 這麼劇烈的情況下 我還是建議投資朋友 先以觀望為主 如果真的喜歡生技族群的話 我還是想相關比較低階 低位階的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在講的 像6576 有這個節藥題材的易打 那你看它股價是在百元上下 而它已經有實際上 拿到美國FDA的藥證 那它又有具備 COVID-19解藥的一個候選資格 那股價在這邊 其實也是三月份 到現在的一個大盤整區 如果扣除掉五月份 那一段的一個修正之外 你可以看到股價基本上 都在三月份到六月份 這區間是橫盤整理 在這個價位 反而投資朋友是比較容易 去做佈局的 但當然我看到今天很多股票 是創高之後 就很快速拉回 像3035的致遠 這是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的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四月底我們跟大家報告說 它今年的營收成長會非常不錯 一波的從五十多塊 公到了七十多塊 那隨著大盤的拉回 它也回到了基線附近 可是最近它又開始進行轉強 我外資其實這段時間 買的真的非常多 上週五 公到掌停板爆亮週 今天再開高 那短線上 它一定會出現了一個 創高拉回的一個 獲利調節賣壓 那我認為它是回到五日線 應該還是屬於一個比較 投資朋友可以持續在留意的 像這樣子的個股 完全性的多頭 創高之後的拉回 你直接留意它 亮縮的一個佈局點 倒是不用太過於擔心 很多股票的一個創高 但是我認為 在今天裡面 有一些新的一個族群 新開始進行在轉強 除了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IC設計 就是全面強之外 我今天發現 在半導體設備 其實很多股票也開始在轉強 今天看到的 都是晶圓代工對不對 台積電 連電第三季要大漲價 那你有沒有發現 設備場面有一家公司 悄悄創近期的新高 是3131的紅塑 那股價其實這段漲勢也非常強 悄悄的創了一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那要去挑戰去年的一個高點 我認為應該是相當有機會 那同時我看到另外一家轉強 是2338的光照 那這家公司的一個結構 非常非常的強 我仔細去看它的股價 股價其實在五月底 就已經率先回到了五月初 這個大盤下跌的一個高點 而且它在這邊橫向整理了非常多天 而投信在這段期間 其實從五月開始 就一路 五月中下旬就開始一路的買 買超了將近4000張 那我再看了一下它的獲利 獲利也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那2338的一個光照 它五月份的營收 還是創了近兩年來的一個新高 月增2.59% 年增37.94% 93% 那我注意到它去年全年是賺3.34% 尤其在去年的第四季 是那些大爆發 那來到2.42元 那今年第一季也有1.64元 如果以這個價位來看的話 再加上營收成長 那今年EPS可能有機會 去挑戰8塊到9塊 那這邊本益比賽相對來講 就比較偏低 而且最近市場上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操作 就是當你股價 在創了橫盤整理突破的高點之後 突然都有機會 去挑戰前波的一個新高 像3035的資源就是這樣 那我們再看今天的話 光照應該也會有機會 往這邊去做一個前進 尤其又有投信反而的支持 股價這邊橫盤整理 我覺得總統也可以一併做留意 謝謝大家